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永泉乐理 永泉乐理 是全项二十四孝诗选 也就是二十四孝中的 故事之一 讲的是汉朝江师 与妻子庞三春的 孝行故事 在中国四川省 德阳市西北二十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古镇 叫孝泉镇 距今已有两千年 以上的历史了 自古已得孝闻名于世 汉朝时期 江师与妻子庞三春的 孝行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 孝泉镇内 不仅有江孝慈 江公坟 等与孝行相关的古迹 还有现代修建的三孝园 园内有 永泉乐理池 江师与妻子 以及他们的儿子 安安 一门三孝的塑像 还有一座 始建于汉朝的 龙户舍立宝塔 可见 孝泉镇得孝之风 能够传承至今 一定是受到了 神佛的庇佑 根据华阳国志 蜀志和东贯汉记的记载 江师自是游 是洛镇人 就是今天四川省 德阳的孝泉古镇 小时候 江师的父亲就去世了 只剩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江师对母亲格外孝顺 每日庆幸是否 从未让母亲忧心生气过 邻里乡亲们 对他的笑行都称赞不已 他尽心侍母的笑名 就在乡里传开了 根据后汉书《猎女传》记载 当时 骆镇有一位名士叫庞胜 他有一个聪明贤淑的女儿 庞三春 从小知书达理 对父母百般孝顺 到了出嫁年龄的时候 尽管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但三春却坚决不嫁 偏要让父亲给寻一门笑子之心 才愿意出嫁 后来庞胜听闻了江师的笑名 就多方去打听他的为人 确定江师为人正直 名不虚传后 终于把女儿嫁给了孝子江师 江师和三春结为夫妇后 男更女之恩爱有加 尽管生活略显轻苦 但夫妻俩对母亲孝顺卑质 尤其是新妇三春 对婆婆的照顾更是格外的精心 不久他们就有了一个儿子安安 一年母亲患了眼疾 由于生活的不变 脾气也变得暴力起来 一天晚上 母亲梦到远在镇外的江水 可以医治眼疾 就赶紧告诉了儿子媳妇 江师信以为真 就让妻子每日去江中取水 给母亲饮用 于是三春就每天步行六七里地 到江中取水回来 给婆婆饮用 希望真能治好婆婆的眼疾 一天母亲口渴 想立刻就能喝上江水 但左等右等 媳妇却没有出现 其实那天一大早 三春就去江中取水了 没想到啊 半路突然狂风大作 步履艰难 所以回家就迟了 母亲口渴难耐 等得心急如焚 一时怒气 就对儿子哭诉 媳妇不孝 让儿子羞了她 江师见母亲发怒 心中虽无奈至极 却哪里敢违背母亲的心意 不得已 只得将妻子逐出了家门 三春百口莫变 虽心有委屈 还是离开了家门 尽管遭此大便 但自小的教养 让她早已养成了 行有不得 返求诸己的习惯 所谓行有不得 返求诸己 是孟子离楼上中的一句话 意思就是啊 如果行为或者所做的事情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应该反省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四千下后 三春发现 自己也有做的欠妥的地方 如果早些去河中取水 或者早些发现婆婆口渴 或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了 一向孝顺的三春 尽管被婆婆冤枉 经过反省 反而对婆婆生出了愧疚之心 于是她悄悄地 留在了邻居大妈家 借来大妈的织布机 日夜纺杀织布 拿到及时卖了 买来佳肴 请大妈给婆婆送过去 并让大妈说 是她自己买的 大妈每天这样 给婆婆送好吃的 日子一久啊 婆婆觉得非常奇怪 就追问大妈 为何每天 你都来给我送吃的呢 大妈这才道出了实情 婆婆听后羞愧难当 立刻就让儿子 将媳妇接回家来 从此将师夫妇 更加尽心地孝顺母亲 一家人又回到了从前 其乐融融 儿子安安非常懂事 有时见母亲太过劳累繁忙 就帮着母亲去江中 给奶奶取水 这天安安在江边取水的时候 突发大水 江水猛然暴涨 安安被江涛卷入江中 溺水身亡 江师夫妇见儿子取水 久没回家 直到出事了 赶到江边一看呢 平时取水的地方 早已被掏到江水淹没 夫妻俩心如刀割 悲痛万分 但是面对白发老母 只能强颜欢笑 黄说儿子出门求学去了 暂时不能回家 生怕母亲承受不起这个打击 三春依旧每日到江边 给婆婆取水 母亲喜欢吃鲤鱼的生鱼片 江师夫妇就更加辛勤劳作 用急需买鱼孝敬母亲 每次吃鱼片的时候 母亲不愿毒食 总是会叫上邻居大妈一起享用 安安逆水后不久 一天夜里狂风大作 雷电交加 第二天一早 三春忽然发现 院子里出现了一眼泉 正鼓鼓地往外涌着泉水 泉眼的旁边 还有两条火梦乱跳的鲤鱼 三春喜出往外 尝了尝泉水和六七里外的江水 竟然是一个味道 或许是江师夫妇的笑心 感动了天地 或许冥冥之中 是安安在助母尽孝吧 每天早上 泉眼里都会跃出两条肥大的鲤鱼 让江师夫妇做成佳肴来效养母亲 从此 三春再也不必远走江边 取水向母了 不久 母亲的眼疾也康复如初了 泉眼涌出的泉水 江师夫妇就用来灌溉自家和比邻的 乡亲们的农田 当时正值往往心正 世道动荡不安 公孙树在蜀郡自立为天子 国号成家 后来 东汉大司马武汉和武将藏公 在成都打败了公孙树 公孙树受伤后死亡 于是 大司马武汉破城而入 开始屠城 纵容士兵 大肆劫略百姓 一次武汉的一队兵士 路过洛镇的时候 首领听说了江师夫妇的笑形 不禁心声敬畏 告诫手下说 莫要惊动了大笑之人 否则会触怒鬼神的 然后吩咐手下 将随身携带的米肉 悄悄地放在了江师家门口 不过江师夫妇认为 这是不义制裁 没有使用 而是将其掩埋了 尽管身处乱世之中 四处战乱不断 但江师夫妇居住的落阵 在当时却没有受到 任何战乱的侵扰 后来江师就被举笑脸 出世为官 江师夫妇的笑形 也传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深深为之感动 于是颁布诏书 封江师做了郎中 随后江师调到江阳 做县令 政绩卓著 百姓安居乐业 江师去世后 汉民帝下诏 为其立寺 当地的乡邻 也修建了江公祠 到了宋代丛宁宗时 江师被刺为 东汉智孝广门王 江师夫妇的笑形 世世代代 都受到当地百姓的敬仰和祭祀 因此全项二十四孝师选这样写道 汉 江师 侍母之孝 其庞氏 奉姑 游锦 母姓好饮江水 其初级而奉母 又是愉快 夫妇常坐之 赵灵 母 共识之 后舍策互有永泉 未如江水 日月双礼 师拾取一共母 有识为诵 诗曰 舍策甘泉出 招招双鲤鱼 子能横孝母 父义孝其孤 在史集记载的 《永泉院》里的笑形故事中 写僵尸的笑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更多的写的是僵尸之妻 庞三春的 静心侍奉婆婆的故事 人灾难中 能做到不怨天不由人 就很不容易了 如果还能做到内行几过 其德行修养 就非常与众不同了 庞三春正是两样都做到的 孝顺媳妇啊 这就是永泉院里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咱们下次再会